第一军情作者,活火据马尼拉公报四日报道,杜特尔特当先在菲律宾总统府第一个商业论案上表示,没有人能够在国际水域建立人工岛,并生畜对该岛空域拥有所有权,你不能建造一个岛屿,然后说这个人工岛上方的空域是你的。 这是错误的,因为这些水域是国际海域,无害通过权势得到保障的,杜特尔特坚持所有船只在公海上航行都不需要任何许可,杜特尔特声称重新思考南海争端对中国而言是重要的,因为这有朝一日将成为一个爆发点,因为头脑发热的指挥官可能会偷动班机,他还向公众保证, 他会在任期结束前和中国谈谈领土争端,不得不说,尽管杜特尔特是中国的朋友,但在南海问题上,他这次又发迷糊了,中国已经不止一次强调,对南海极其附属岛屿,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, 无论从历史还是法律角度来讲,中国都已经不止一次证明,南海九段线以内都是中国的,这绝不是什么国际水域,更不是法来之的。 所以,杜特尔特的说法,根本站不住脚,也不符合事实,相反,菲律宾方面应该管控好自己的言行,不要在南海问题上犯一些低级错误。 客观而言,杜特尔特主导菲律宾以来,中非关系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,菲律宾也开始拒绝冲到美国的马贤族,不肯在南海问题上和中国对着干。 日前,菲律宾方面更是公开表示,中国和东盟的军演应该把美国排除在外,美国在万里之外参加不合适,传递出了支持中国的信号。 正因为此,在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,南海问题才能有桥不稳的和平解决,南海行为共同准则,草案也经过硌上达成为一致,这是一个好消息。 但是,无论是中非有益,还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协商成果,都不能改变南海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。 早在小平同志提出搁置争议,共同开发时,就设了一个前提条件,那就是主权的我,今天,它依然不可改变。 不容挑衅,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,不容谈判,不容妥协,中国愿意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,把南海打造成为一个和平之海,有益之海,合作之海。 但南海绝不是所谓的国际海域,而且中国不能丢掉老怕一丝一毫的领土。 这次,杜特尔特之所以犯迷糊,或许是刻意为之。 毕竟,国内清美势力过于强大,加上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,已将杜特尔特交投烂额。 在南海问题上,以美国为主要后台的角质势力,从来没有消停过,而这或许也是杜特尔特格三差五的在南海问题上,对中国提出批评的原因。 但无论如何,这些批评都缺乏事实依据,也没有任何意义。 中国汉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的意志不可动摇,中国热爱和平,也愿意与任何有诚意的国家做朋友,携手并肩发展经济的同时,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。 杜特尔特在某种程度上而言,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,也是中国的朋友,但是,绝对不应该发表类似错误言论,这只会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,还望老杜能够认清问题本质。 不要总是拿南海问题当挡箭牌,菲律宾国内的政治问题,也不该外意,让中国买单,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被尊重原创。 转载请教您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,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配合。 第一军请开通抖音账号啦,请大家多多关注哦。